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说那个两把键盘的一个对比对的 两把键盘对比是这样子 其实我三个连续拍的 首先是这样子 你们看到首先这样子一个对比 看一下怎么摆会比较方便一点 这样子摆 反正就我大概这样摆吧 因为那个屏幕真的不大 平常没那么大的空间去拍那个影片 也拍影片真的是我自己玩 但是两把的一个布局 它的键盘布局 你们现在这么看 我可能这样拉低 你会看到 其实就真的是多了右边这排而已 如果没有右边这排的话 怎么样就怎么讲 它其实布局的一个怎么讲 位置其实差不多 当然哪里不一样 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两把键盘 这样子会不会很奇怪 看到首先就是说右边的这一排 这一排是不一样的 你们看一下 enter键器这个左右整个整体键 就是说整排的一个布局来讲 它会比较偏短一点 我们现在有个对比 这块的话其实到这 你看这一下来 但这里反正就是有点 一个键盘上面的一个布局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不影响使用 用起来的话我觉得怎么样 就是说键盘我们两边的一个键盘 按压一下你们听听一个感觉 好吧 这个你会觉得我第一把黑色 这把他你会觉得很清爽 直接下去的时候一按到底 那像大家很清脆 那这个回弹力度 然后按下去会比较软一点 那你说手感哪一个比较好吧 如果你打字打的比较快的 我觉得用前面这把好一点 打字慢一点的 或者你那个打字对 会用后面这把比较好 因为它回弹比较好 那给你反馈比较高 也就是说这把比较好上手 这把的话需要时间去练习 反正两把都是属于这种曲面的 你都要时间去适应这样子一个情况 好 那对比一下 那这一块它还有一个少了中间这个三角 少了这个三角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不好 就我之前说过拿键盘的时候不太好拿 因为我经常会这么挪键盘 那或者是去写写东西 我可能键盘放一遍 那这个就很大的一个差别 因为这块它其实没那么好拿 你看到左右两边就平平的 对吧 这样子没那么好拿 还有一个地方就这个 这里 这个东西 没了这个东西 其实真的 你看没了这个东西 其实你看这个高度 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所以这个高度 你看 对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就这样子 你看 其实没了这一下这个高度 我现在弄平了 就水平线 你们这么看 你看没了这个电高的话 其实我用起来真的是 这个真的舒服很多 有这个电高的 呃 另外的话 它那个其实 个人来讲 呃 这两把键盘的话 还有一个很大差别 就是说它没有接收器 它没有接收器的话 就是说你如果电脑没有蓝牙的时候 你就基本上就报销了这个键盘 呃 然后对比上去来讲 呃 我们看一下切上面的这个部分 啊 反正我们可以叠着来看吧 反正对 叠上来看的时候 你看到其实两个的曲率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意味着它 应该是同一套模具了 这个东西的话 只是说应该是改模 啊 对 你看到曲面肯定是一模一样啊 哎 我看一下怎么拿 不要好拿 哎 看一下 一模一样 你看到 看到没有 一模一样 呃 然后后面的这个对比 你看到啊 这个的 修饰 你看这一些圆角什么的 就其实我觉得它是两种 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 哦 你看这个的话 它修边修的比较好了 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表 不同表达的一个美感 呃 其他的话 我看一下 哎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物理建成吗 对吧 物理建成这两个 就是说物理的一个开关啊 它是按一下 它是这样子 这这是一个差别 就是说fn的fn键 就是说这个这一排键的一个打开方式也不一样 呃 但是我打字的时候反正这两套我用都差不多 我自己完全是用习惯了 但是呃 价格来讲的话 这把是我记得好像这一把比较贵一点 吧 这把呃 两套反正都是一个塑料 应该都是一个abs塑料 呃塑料的一个什么 ABS塑料的那个对 ABS塑料 然后摸起来的时候 这个怎么样 呃这个会粗糙一点 呃这个会滑一点 我我你们听一下的声音 对这个是有点颗粒感 更像一个frapping 就像那种编织的那样子一个纹 那这边的话这个是怎么样 这个更像那个就 橡胶 更像橡胶那样子一个手感 就好像你擦一下它就会掉这样子一个 呃感觉 再下来这个的话也是我看一下这个的话 它也是有这样子一个数字键 就是说那个计算界键 但是说实话 我用这个这个键盘之后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没有用过 我反而用它的时候 我一直会 因为它有设定这个键 但我真的没有在用过 这样子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呃相对来讲这个它的一个 如果你是用传统键盘的话 它肯定更好上手 因为它的键位很整齐 它不像贼 它不像说那个sculpture 这个雕塑的这个就交速感这个键 那个键盘吗 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它这里的位置不是特别整齐 就这里你看很规则 你一拿你就知道肯定是这里 就你摸位置都能摸出来 但这个相对来讲没那么好摸 呃 然后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很银 银其实手感来讲这个清脆 这个回弹好 还有一个 呃原因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 这个很滑 这个你看上去 它是那个应该是跟苹果 那个一样什么 蝴蝶面就往内有一点点往内凹 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有 只是说两个都有 但是呢 那个前面的这个呃 怎么了 这个它因为手感 它现在来讲颗粒感都会比它比它大 就你摸一下颗粒感会比较大 那所以呢 你不会感觉到它这个不一定往内凹 当然这两片没有 这两个片没有 但你摸这个键的时候就会很明显了 就是说往内凹的一个感觉 对的 那几乎的差别来讲 如果是我选择的话 其实怎么讲对我来说 对吧 我可能我是喜欢这样子一个 这个按键的一个布局 就说其实 呃像这把键盘 然后你再给我接收器 然后再把这块给切开 分成两个就跟这个一样 然后这个洞再还给我一下 呃对 然后这个按键我想要回去这个物理按键 就以这个基础 然后拿回去它的优点换过来 这是我理想一把键盘 所以我现在就有时候就两把这样子换着用 就这样子 这就是我用的一个键盘和鼠标了 就这就是我画了7年的图 差不多也就7年的图 然后最后得出了这个结果 就是说我现在也不打游戏 然后我就会选择这这类键盘比较多 就机械键盘其实我也挺喜欢 但我觉得是说我不打游戏 我买它也没什么意义 对是就这样子 那今天对比视频就这样子 呃可能第一次做这种视频 我以前没做过 然后就刚好想讲就讲一讲这样子 所以我会放在那个飞片系列啊 好的 好 那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